哈囉大家好,我是白柯 今天這一集呢 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們有一個頻道的老夥伴 今天算是回娘家啦 你覺得 大家等一下聽到你的聲音 認得出來你是誰嗎? 應該可以吧 大家好,我是阿若 心肥大傑 這是我們以前的教官 以前一個砥砺我的本頻道的 中流砥柱 我看到我好精神之柱 最近出門都有一種 忽然無情幻記的感覺 走在路上就覺得有點 你來路上會冷嗎? 會有一點我都想要戴帽子 就覺得好像要披個外套對不對 所以今天這一集 我要來教肺榜 每一個非常溫暖人心的料理 而且材料非常的簡單 名字聽起來很難 但是實際上廢話超多的所愛客 要來教大家做的就是 法式洋蔥湯 法式洋蔥湯會用到的 其實就是大量的新鮮洋蔥啦 很多人聽到這個東西 就覺得好像你要去一些歐陸小館 才吃得到 那這個配方法式在哪裡? 法式在於這個洋蔥湯 應該就是法國人 有學過法國的? 法國人很喜歡喝洋蔥湯嗎? 很喜歡 法西一定會有 是餐館裡面會有的菜 還是家裡也會做的菜? 餐館會有 家裡比較少做是不是? 沒有在法國成家裡耶 但總而言之 這個做法其實真的非常非常的簡單 有些人會覺得洋蔥湯 好像會需要一個調理機 或什麼 其實完全都不用 你只要有一支鍋子就可以做了 那我們 馬上開始從洋蔥開始 處理起 我今天準備的是三顆洋蔥 大概可以煮出 其實沒有很多 可能就兩人份而已喔 那我們就是用一般黃洋蔥來做 一開始呢 先把頭位給去掉 OK 那要怎麼樣切洋蔥的時候不會辣 不會切完之後整個巴斯在地上 其實我們要先了解一下 為什麼切洋蔥的時候會不會辣眼睛 其實是你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它會釋放一些 一些悲傷的感覺 釋放一些讓你眼睛會辣的物質出來 所以有些人會說你洋蔥可以冰過 或者說你刀子立一點 或者是更直接你就是戴墨鏡 或者是挖鏡 但我覺得每次戴挖鏡 有些人真的 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人戴墨鏡來切 我都覺得很像在拍X片 那我今天跟你分享一個 我覺得 其實我還沒有實驗過 但我那天聽朋友講 我覺得好像很有效 他跟我說的一個方法 突然出鏡 直接拿電風扇吹 最方便 那我就會哭囉 那你試試看 如果我沒哭 你哭了就代表這個方法是真的 所以你待會切著切著 然後我就看你掉眼淚 就是有效 是有什麼不開心的事嗎 可以好好跟我們說 那洋蔥要怎麼切呢 也是有個小學問喔 大家應該都知道 這樣子就是順紋切對不對 我們順著洋蔥生長的紋路 這樣子切出來 它口感會比較脆 那如果你逆著它的紋路切的話呢 你把它的纖維切斷了 你炒出來就會比較軟 切好啦長這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 喔其實很多 但這樣真的煮出來 大概就兩人份而已 其實還是有一點點 但是沒有到哭出來 但就是現在好像 擦著淚 對大家有個哀傷感覺 但是我覺得平常如果切這麼多 沒有用電風扇吹 我現在應該已經是爆淚的狀態了 所以如果你懶得 弄眼鏡弄挖鏡 弄眼鏡的話 我覺得這個方法算是有效啦 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來炒這個洋蔥囉 因為它要炒的時間很久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家裡有這種 厚重的鍋子 好蓄熱 但不是大家每個人家裡 都有鑄鐵鍋對不對 所以你其實也可以用平底鍋 慢慢炒 全部炒完之後 然後最後再丟到湯鍋裡面去煮就可以囉 融了之後呢 我們就轉中火 然後把你的洋蔥 全部丟進來 現在看起來很多 可是它最後會縮到剩下一半一笑 網路上我還有看過另外一洋蔥的做法 是它們會先把洋蔥 拿去微波過 就是跟家裡的原理其實有點像 先讓它的水分收乾之後 讓它焦糖化的速度也會更快喔 那其實我們一直在炒的過程啊 就是慢慢的把它的那個甜味 還有甚至一點點淡淡的苦味 還有酸味給帶出來喔 這在炒啊 其實也不是從頭炒到尾啦 我通常就是會這樣把它拌開來 均勻 然後把底部的焦箱刮起來之後 再攤平 那因為它從底部開始接觸又有糖分 所以它會有很多這些焦焦的碼 我們就趁著還有一點點濕度 把它這樣都刮起來 炒到相對這樣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把液體加進去了 那剛剛說裡面濕濕的地方 就是用高糖碼 可是其實很多配方會加酒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先加入白酒 把它的那個酒氣燒掉 然後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其實可以再額外加一點點威士忌 或是有些人會加Burban 有些人會加RUN 什麼讓它味道再厚一點點 有沒有 像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準備加一滴 它真的縮超多耶 怎麼樣 喜歡縮的這種驚喜感啊 喜歡被夾是不是 你現在平常還能開黃槍嗎 黃的咧 不要黃不要我 拜託 我開玩笑 有趣的咧 反正就是要Q到這樣啦 真的是都已經 好不好 那個剪接師幫我們對照一下 跟一開始的那個量的對比 那我們就 這個時候先加白酒 先加白酒再加高湯喔 這樣它的那個酒味比較好燒掉 剛剛洋蔥我們炒了喔 四五十分鐘 哇一 都老了 還能更老 還能更老 近代巨倉都長出來了 四五十分鐘有 然後這個湯啊 最後比較快 其實你就是等高湯跟洋蔥的味道 尬在一起 可能十幾分鐘就好了 所以這個空檔 我們把它等一下會在上面 我覺得算是洋蔥花的 洋蔥花 好累 我剛剛炒到都老 我準備的呢 這個是拐杖麵包 除了拐杖麵包 你也可以用全麥或原味的 只是我覺得拐杖麵包的硬脆度最剛好 哇 誰 這個 目光師傅的聲音 我們現在其實已經接近今天的尾聲了 最後再放進去烤箱之前 我們就是 噢 高高 試一下我們洋蔥湯的調味 我剛覺得不夠鹹 我先加了一點點鹽巴了 但我覺得因為一般他們都是用牛肉或牛骨高湯做 比較高嘛 那因為今天我們是用比較清爽的雞高湯 我覺得身體有點薄 就是鮮味好像沒有那麼突出 所以我要來用 我在網路上看到這一招我覺得很讚 就是可以加一點點 真的剛剛有說 一點點的醬油跟魚肉喔 不需要吃得出來他們的味道 就是完全為了提鮮 就起鍋之前呢 我們再加一塊奶油進去 其實我覺得 還是你記性給法國人 跟他們說其實這一道可以叫做奶油洋蔥湯 因為我覺得它油脂的占比 其實真的會蠻重要的喔 所以我們最後再丟一塊進去 這樣我們的基底洋蔥就完成囉 我們臨時改一下 我剛拿錯包了 剛剛那個真的是帕馬醬 結果大家就莫名其妙去叫他帕馬醬 不要不要用帕馬醬 要用那種莫茲瑞拉或Cheda起司 做成那種冷凍起司絲才行 然後如果費飽我們家裡沒有烤箱 你不用擔心 因為我就是一個這麼善解人藝的人 好不好 這邊會教大家怎麼要用鍋子 欸你們超沒有反應的好讚喔 我這邊會教大家示範用鍋子 其實也可以來把那個焗烤麵包完成喔 如果你家裡有不沾鍋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 如果你家裡不是不沾鍋 你怕融完之後 你整個鍋子會黏起司很難洗 我們可以在上面放一張烘焙紙 這個看起來不得了 這個看起來真的是不得了 然後旁邊的那個啊 我們用爐子的 你就是用中小火慢慢熱 那它也都已經化掉了 只不過因為它不是上火加熱嘛 所以它還是沒辦法錶麵這樣 那我們這樣就可以上菜囉 先來試看看麵包沾著湯汁一起 我覺得淡淡的酸味很迷人耶 對啊我覺得這個酸味讓我很驚訝 哪裡來的 就是我覺得你那個洋蔥一直持續炒到它焦化 它久了其實會有淡淡的酸味 再加上剛加了白酒 所以其實很多人會覺得 洋蔥湯喝起來是厚的 其實不是洋蔥湯喝起來是 你看我們加了那麼多奶油 可是你其實不會覺得很heavy 最後加了那兩個鮮味的小撇薄 我覺得湯的那個鮮味有拉起來 這樣涼涼的天氣喝到這個 但是是真的很好喝啦 有嗎?新北大姐有覺得你們 口味非常好 為你點亮一盞新北的路燈嗎 整個心裡都暖起來了 我覺得最爽的是吃到這個麵包 怎麼樣?劉髮姐姐 給過嗎?給過嗎? 有道地嗎? 我覺得不太一樣 怎麼?因為可能是用牛骨 我二超他們會做得很淺 對其實其實你剛剛講 以台灣人口味偏重 可是我覺得在歐洲吃到的 其實真的會 它就是一個前菜 對它不是主食的那一種 越講越混亂 OK那我們今天這個法制約方的影片 加分就告一個段落了啦 也謝謝我們的新北大姐 slash什麼? 不是啊 slash 濁水溪仙女 沒錯 如果大家喜歡阿樂來跟我聊天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以後會多找他來秤飯喔 那其實我們頻道在這幾年 也真的拍了很多湯的影片 上禮拜的金針花酸辣湯 然後之前也有做過類似羅宋湯 番茄牛肉底的 然後是不是也有做過很多濃湯啊 南瓜湯等等的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搜尋索愛客空一個湯 會不會找到什麼索愛客流湯 你有流過湯嗎? 有這麼好看的影片嗎? 有這麼好看的影片嗎? OK那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小鈴鐺 我是總統的小鈴鐺 下禮拜託見 掰掰 我覺得如果台灣有舉辦 魔鬼的計謀這種遊戲 你可以去參加 我覺得我可以耶 我先前情提要一下背保 魔鬼的計謀是一個Netflix拍的 韓國實境鬥志比賽嗎? 我看了真的很想參加 因為我本身就是個Game Game中年 想說這裡是Gameboy好像有點不要臉 不是有個鬼道歌嗎? 要叫你索愛歌 索愛歌幫我 這一題我不會 你要幫我 響 響是什麼? 歌 索愛響 安妮 安妮 安妮是女的吧? 喔 我不知道 所以是安妮 歐巴 歐巴薩酥吧 是歌 那一群韓國人超爛的人 我覺得觀眾一定看到 你們在XXX0 觀眾一直怒火起來 上個網他先學一下好不好 然後這個洋蔥 這個麵包 你就不要笑 FXX